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走线互语》 我算通投过文语 那我们先看今天台股大盘表现 今天台股大盘 记昨天 昨天是指数创高 来到15778点 连续12天 该写历史新高的后续 那今天也是追着 在今天这个下午 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那相对我想就是说 以这个外资的一个部分 在昨天之前 已经连续三天 卖超这个台积电 卖了大概两万三千多张 那相对也使得 今天的这个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今天是修正拉回 到今天这个收盘拉回一个13块钱 盘中一度大跌 来到这个18块 那相对我想 以台积电的这个拉回 我想这一样是提供给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各位 你在这一路 大盘做个不断不断攀高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路看它涨 一路看它涨 一路看它涨 你一路都不敢买 那不敢买 我想就是说 趁着这个盘式的一个修正拉回 这个拉回 就是说以这个目前这个台积大盘的一个整体架构 强多的一个 多头的一个架构 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那既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一路涨你不敢买 那当然的话 趁它做一个修正拉回的这个当下 缓而一样是提供给各位 来把握住它的拉回 用更便宜的这个价格 来做到它上车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各位你当的话你也都观察出来 像近期我们带给各位相关操作这些高价位的这些 IC设计这些标的 包括像爱普 爱普昨天改写它的历史新高 来到这个583块钱 延续到今天的爱普 又已经来到这个641块钱 今天一样涨停板 到收盘 收盘是插一档涨停 全面性的一个创高 天天大涨天天创高 那相对如果说这些个股 当然的话你是越早买进就赚越多 那等于说你一路看它涨 一路看它涨 你不买 你不买它就是天天涨 那我想呼应到目前这个台股的实际上态势 它有这个压回 今天这个压回 今天早盘一度下影线最低 也碰触到这个5日均线 连5日均线连破都不破 我想这是属于一个超强势的 这个实际上的一个表现 那毕竟针对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等于说今天整个一个盘面 除了像这个全市龙头 台积电做拉回 那你要包括像矮期设计这个 龙头个股2454连发科 今天也修正拉回23块 那相对我讲在今天 整个一个盘面 有一个族群 最强势的一个族群 就是针对这个鸿海家族 红家军的这相关的一些个股 在今天一样是形成 在前面供过一趟之后 修正了一段时间之后 把握回撤买点 那又展开这么一趟 新坡的一个攻击 新坡的一个攻击 又做得让实际上的一个展开 那今天我想红家军的一些个股 一头拉曲 都有掌停板锁住 那就是说台积电跌 联发科跌 那当然的话 红海家族 包括像红海 整个都已经串起 我想也卡不掉 今天这个盘式的一个拉回 今天盘中一度最多拉回149点 那到今天这个收盘 拉回小跌 跌了个62点 跌幅也形成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收链 那所以说你看到的 今天这个K棒 一样是属于这个跌势 跌势的一个红K棒 开底走高 一样是跌势的一个红K棒 那代表就是说 以这个盘 现阶段多头的一个架构 完完全全 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个改变 那所以说你在这个监量点 依然要请各位 把握住这些原先的这些主流个股 它的一个叫回撤买点 你一路不敢上车 把握这个拉回 把握这个拉回 我想都一样是提供给各位 就算你没有买在其商点 没有关系 针对强势主流标的 旅创新高 你是越早买一天你就赚越多 那反正的话 它在做一个修正的过程当中 这个压回 你没有买在其商点 你买在这个所谓的加码点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后续继续创高 继续创高 我想这个获利 就会跟各位 会形成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 这针对大盘的部分 强势轮动的这个格局 不做任何改变 那毕竟我想 为了说我们在进行针对 整个一个大盘的这个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我想我们也很清楚 提供给各位这个三个一个重点 那这三个重点就是说 针对第一个重点 我想无论如何 什么个股该做买 什么个股该做卖 其实我们每一天跟个做强调 你只要有一套好的一个工具的一个辅助 这个工具可以来协助各位 区隔这个个股的一个高低位阶 跟它的多空买卖点 那相对应我们要各位买 就买这种叫做强势主流股 那强势股我想 任何一档的这个强势股 没有那个天天涨的 它从其量像台积电 像那个联发科一样 涨多之后它会休息 消化一点点过热的 不管是指标还是筹码 有些人要酸 有些人要酸 当然像外资台积电 连续三天卖了两万三千张 这都是微乎其微 占它买进的这个张数 一样是微乎其微 那相对应就是说 你这些强势的多头创高的这些个股 你前面那一趟没有去赚到 你要去留意 后续的一个回撤的一个买点 包括像今天这个宏家军 甚至我们在盘中跟各位提点的这个 航运类股 像这个阳敏长荣 这些估计都同样 前波的强势个股 经过修正之后 回撤到重要的一些支撑 包括像月线 上弯的月线 或者说上弯的这个季线 回撤完成 你一样要去留意这个回撤的买点 展开新的一波的一个攻击 那这个攻击 我想你前波没有赚到没有关系 我想我们看的是 现在跟未来 未来 那修正拉回之后 你在回撤点 你做买进 回撤买点做买进之后 又展开一趟的一个攻击 那这一趟攻击不管它有没有过高 过高你是赚越多 没有去过高 形成一个叫M头的一个成型 高点不够高 第二个高 第二个头 第一一个头 这代表 这个已经形成M头 麦当劳已经产生 那我想很多个股 甚至会打三个头 四个头都有 那重点是说 你到那个阶段点 如果是说有过高 你当然是继续爆 你赚更多 没有过高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你再来执行这个叫 这个波段强短的一个 获利就OK 这是第一个差不多后面重点 强势多头股 要请各位去留意 回撤的一个买点 那针对涨多了一些标的档的话 你要留意这个高档卖讯 我想我们包括像这个3661四星KY 我们在前天都已经分享各位 这个波段已经起了很多 这个波段的卖讯 在前天12号产生 延续到今天 像2454这个联发科 今天它还产生这个波段的 这个短多的一个高档的一个卖讯 先卖 静待拉回 你再留意 先卖再买 先把前一个波段的一个获利 先换口袋 避开 修正拉回之后 回撤买点产生 再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回接 用更便宜的这个价格 高档先卖 拉回用更便宜的价格 你可以买更多的一个章数 可以来扩大各位 这个获利的一个效益 那针对空头个股 我想什么叫空头股 跌破月均线 月均线趋势往下的这些个股 你让流逆反弹 如果说碰到主力 起不动了 涨不动了 或一些压力 重大的压力 没有办法过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一样请各位 出多换股 出多换股 把这些弱势个股 转换到这些强势个股 这操作观念 就所谓的一个叫太弱换强 弱势个股跌破多空线 月均线 转弱的一些个股 你要趁反弹去找卖点 趁反弹去找卖点 破月线 破季线就一卸千里 要请各位特别留意 破掉中期季线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拉回的速度会非常快 你要换到这种强势个股 站上月线 强势股 你只要执行拉回 去做这样找买点 强者很强 我们要带各位买 买 你就买一个叫做真正的多头股 近期外的速度我们带给各位相关操作 我想这档标的 我们从去年5月底6月初 一路操作到目前为止 已经操作 目前第七趟 那第七趟我想爱普的部分 这一趟最新这一趟的一个买点 在12月23号 10月23号 当天我们这个Telegram 都有分享各位 新的一波的公式买点 又已经产生 那买点需要一产生 各位要做什么动作 买就对了 买就对了 买点391元 昨天涨停已经来到581元 今天继续涨停已经来到641块钱 这一趟价差多少 各位你去算一下时间就好了 从这个12月23号到今天 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多一点 两个星期多少 250块钱 250块 你买一张就是赚了25万 这个百分比63.9% 快接近64%的一趟的一个获利 第七趟的一个操作 针对强势个股 我们就要采一个叫 来来回回 根据讯号 一趟一趟 把它的获利 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里去就OK 当然我想这个爱普到现阶段 没有任何的败相 那当然的话 一样请各位 目前卖出讯号完完全全没有 那你就执行 续报的一个动作都OK 昨天涨停 今天继续 抢锁涨停 今天已经来到这个641块钱 那当然话 它股价 昨天突破这个前波 这个565块的后续 昨天 改启历子新高 今天续创历子新高 股价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 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的一个叫做解套卖鸭 解套卖鸭都没有 只剩下什么 叫做获利卖鸭 你买到爱普的人 我想不管各位 你哪一天去做买进 哪一个人 不管像 在他上市前后 不管哪一个人买到的人 到昨天到今天 全部都是赢家 都是大家都贪 每一个人都赚 赚多赚少的一个差别而已 爱普的部分 我们再从这个波段 从这个12月23号 一路带各位操作 到今天为止 这个643的爱普 价差多少 250块钱 那我想爱普 加上前面6趟的一个操作 前面6趟操作 赚了526块钱 等于说总共这7趟到今天为止 这个价差已经来到多少 776块钱 等于是说 我们在当时 第一趟 第一趟我们在这个 5月底的时候 我们用207块钱做买进 那当中2007块 成本也就是20万 207千块钱 你用20万 跟着这个工具的一个讯号 来来回回操作 你到今天赚了多少 20万的资金 赚了776千块钱 透过这样子7趟的一个操作 就能够去累积 这样子获利的一个效果 我想这是带给各位 获利的一个效率 极大化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今天收到640块钱 你从207 640 扣掉2707 大概400多块 那我们这来来回回操作 已经赚了776块钱 各位你就可想而知 透过这样子短波段 根据讯号 买点产生我们做买 卖讯产生我们做卖 来来回合的一个操作 比买进去抱着不动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获利差了多少 差了300多块钱 一张差多少 一张差了30几万块钱之多 针对这个波段 我们一路带各位操作的 6531爱普的实际上状况 包括在近期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们 新的轮动个股在哪边 毕竟我们不管是说 像4968利基 3661四星KY 6531爱普 甚至包括像2450连马克 我想这些高频 它在之前 之前 发动的那个时间点 12月20几号以来 发动的之前 股价也都历经 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 一个很长时间的 一个修正的整理 已经经历整理型态 已经整理了一个多月 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会造就这些个股 现阶段的一个喷出 那当然我想 还有哪一些个股 符合这个条件 我想我们在前天 我想各位你都可以到前天 我们在Telegram 分享各位一样 透过这工具挑出来的 这个当天的快打短多个股 6233旺九 同样 当天一样9点钟开盘之后 工具就会直接帮我们 去做锁定 一档到两档 锁定之后 买点在哪边 32.8元 前天的时候旺九 它小掌4毛 起4缸起1% 这个都是 你要上车 都是可以来做 那样叫匆匆融融的一个上车 那有没有分享 我们在前天 Telegram 各位你自己去看看 有没有分享 事先分享 昨天旺九所掌停 延续到今天旺九 持续性又是所掌停 那今天工具挑出来的高价位的转多 我相信 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你透过这个工具 找标股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求任何人 找标股 不求人 做股票 你就全面根据讯号就好了 买点讯号 价位都清零楚楚 那你就根据讯号 来执行各位 你该做的一个动作就OK 旺九 首先涨停 今天继续所掌停 那今天工具挑出来这个高价位的 这个转多的这一档个股 六四一四华汉 买点在台 这之前也都整理过 买点 买点在这个二十 两百五十块钱 那华汉 今天一样 这宏家军做工业电脑 今天一样 拉到掌银板锁住 所以我想 你透过这个工具的辅助 很简单 就能够协助各位 不管是说精确的一个选股 跟这个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我想这个全面性 你都可以交给工具 做股票 你自己来 你根本不需要靠任何人 根本不需要靠任何人 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去看报纸 看电视 看听广播 我想这个都不用 有这个工具讯号 全面性 follow 紧盯住 你习惯性操作的这些个股 来来回回 一趟赚完 再接一趟就OK 这针对 今天 我们在盘中 分享各位 高价转多 超过100号以上 高价转多的这档 宏家军的工业电脑厂 641是华汉 买讯一到 立马 今天锁住掌田 进行我们带给各位相关操作的 这些IC设计这些个股 我想 全面性符合一个条件 就是 所谓的叫高价的这个转 多的这些个股 那针对这些个股 我想它买点 需要每一档个股都有 每一档个股的循环 买点 出现的时间都没有同一天 那相对我想各位 你的一个操作就很简单 你针对一些要陆陆续续 即将产生买点的这些个股 它的空方力道 逐渐做一个衰退 做一个缩减 那即将要形成 一个叫由空转多 那个当下 买点就很产生了 那买点现在产生 你就执行各位 你该做的动作 包括像6530是这个APP 买点在391 12月23号 那12月21号 IC设计龙头 这个245是联发科 买点产生在702 702块钱 12月21号 那当然我们全面性这些个股 我们天天跟各位做分享 当时第一时间都有分享 各位买点已经出来了 买点产生之后 联发科昨天改写它的历史新高 来到899 那今天压回23块钱 卖出讯号产生在870块钱 那一样请各位 你先把这一趟的价差 先获利 先放到口袋里面去 然后静待它回测 买点需要产生 你再做个重新的回接 以前一路涨一路涨 你不敢买 我想这个压回 就是提供各位拉回 来做找买点的一个 绝佳的timing 连发科的部分 4968利基 每天在改写历史新高 前天已经来到516块 实际上改写历史新高 买点在哪边 367块半 在12月25号 讯号产生的时间点 不会一样 那当然你就根据 你来来回回操作的个股 你是紧盯住它的一个讯号 包括像利基 我想联发科今天卖讯已经产生 那这个利基也即将 如果说明天继续跌的话 它卖讯就做到产生 一样请各位 会买也要会卖 这一趟价差都已经340%以上 都百多块的获利 3661四星KY 卖讯在前天我们都有分享 各位796块钱 卖讯一产生 当时的买点在这边 613块钱 卖讯在796块 你就把这一趟价差 软固细干 7个交易日 一个礼拜多一点 183块钱的获利 一买一张就是183千 大概30% 三场的一个获利 根据讯号执行动作 我想这个全面性 有没有分享 12月31号我们在9点25分 就直接分享各位 买点已经出来了 613 第一时间分享 卖讯前天产生 那我想以四星KY今天又继续跌 那等于说这个个股一样 请各位密切留意 下一趟的一个回撤买点 今天已经拉回到这边 卖点在796 今天剩下多少 剩下752块钱 差44块 会买 无论如何也要会卖 买得漂亮 卖得更漂亮 全面性 你有这工具的辅助 那近期我想我们带给各位 一个操作观念 就是说针对弱势个股 一样请各位 我们要各位买 就买这种强势股 弱势一些个股 像包括像礼拜二 礼拜二那天有这个 国内的这个北部地区的医院 医院内感染的一个确诊 那等于说在当天 相关黄益概念个股都拉到涨停 包括像康纳香 包括像恒大 那重点我想这种个股 它一修正 修正30-40% 股价一直做一个创低破低 那这种个股只要一反弹 翻担起来解套麦牙 马上涌现 前天涨停 昨天拉回6%多 6.2% 今天小幅度反弹0.1% 康纳香 恒大前年涨停 昨天跌了5% 今天又跌了1% 这个都是 这一波修正 从210块钱跌到 这个78块多 跌到多少 跌到60几% 腰斩 腰斩以下 那重点 这种个股前年涨停 你不要去乱追 因为毕竟空头股 一坦就是卖压 一坦就是卖压 那有些人会认为 它已经很底部 很底部没有关系 这种底部个股 它至少要反护打底 反护打底 打底的时间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一个月 两个月 都有可能 那问题 散户的资金就这么一套 所以说 你把有限的一个资金 你不要摆在这种 没有效率的一个地方 买 就买中 就要强势主流个股 那包括我想 我们在近期 像这个都一直创高 包括像我们跟各位分享 在盘中 跟各位分享 航印类股 包括扬明 包括长榮 创高之后 这个波段做修正拉回 修正拉回 已经碰触到 这一条月线 上完了这个月线 碰触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扬明 今天在早上 还没有拉到涨停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提示各位 当时 大概在10点多的时候 全面性 前波 你没有赚到 回测 买点产生 无论如何 再赚它 新波 公式的一个展开 扬明是如此 长榮 这张盘中一度 也涨了5%多 全面性都是这种 这种态势 那毕竟就是说 针对我们的一个操作 很简单 相关的一些卖讯 产生的一些标的 一样要请各位 留意会买 也要会卖 那针对我想 后续到底 还有哪一些 刚刚好整理形态完成 就是说 你即将产生这个回测的 一个买点讯 要产生的一些相关标的 我想近期如果说 各位 你一路 像艾埔这么多汤 7汤 已经累积770几块的获利 你都没有跟上的话 我想为老师 我们在今天一样实际 有帮各位锁定 先领先上涨的一些个股 现阶段修正已经完成了 那今天相关宏家军的一些个股 包括像郑达 包括像乙胜 今天这个新波公司 又都已经展开 还没有跟上 一样请各位密切跟上脚步 所以说 我们在今天一样实际上 有提供给各位 这个双回馈的一个活动 汇期加两倍 汇倍减一半 那相关活动讯息 都可以直接来做个洽询 好那祝各位明天超市顺利 我们再见